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末又到了 谢谢您收看芝加哥看天下 上个星期对新闻人士来说是比较繁忙 大家都忙于爆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当然最重要的新闻 莫过于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宣布了 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在川普总统宣布这条消息的头一天 许多媒体包括明镜都进行了报道 所以在他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当天 大家都在关注川普的每一句话 因为他的每一句言辞都可能会在阿拉伯世界 引起强烈的反应 是白宫工作人员欣慰的事 川普在星期三没有脱稿 由于这件事政治上比较敏感 川普总统基本上是按照白宫 事前准备的夹眼稿而运作的 但是在他到最后的时候 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引发了社交媒体疯狂的猜测 这段视频的毛病在哪里呢 就是川普在最后讲到上帝保佑美国的时候 United States 他发成了United States 也就是说咬字非常不清楚 而且这种情况呢 一共在他的讲演稿中出现了两次 那些对川普总统一举一动都过分关注的人 马上猜测说川普总统这种咬字不清楚 有可能是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他可能是老年痴呆症所引发的 因为在此之前呢 有几个神经学专家曾断定说川普总统患有早期老年痴呆症 还有一种猜测 说川普在讲演的时候突然得了脑中风 或者是轻度的脑中风 川普总统今年已经71岁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我们都知道他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压力 再加上他毫无节制的饮食 对垃圾食品的这种酷爱 所以呢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上个星期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的一个高级助理 写了一本书 在书中他透露说川普总统最喜欢的餐是麦当劳的巨无霸和肯德基的这个炸鸡 据他说有一次川普一餐就吃了两个巨无霸 两个卖香鱼三明治 还有薯条 还有各种各样的薯片 而且川普总统比较喜欢发怒 对自己手下人谩骂的时候肆无忌惮 比如说他骂一位手下人说我把你的脸都可以扒掉 而且他在发怒之后呢就会狂吃冰激凌 这种饮食习惯就会自然的令人联想到高血压或者是会中风等 这两种说法在网上开始疯传以后 各大主流媒体也开始进行了报道 这无疑转移了视线 淡化了人们对中东和平进程这一非常重要和敏感的政治课题的关注 我们都知道川普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中东各地爆发了暴力游行 而且很多宗教人士都宣称说川普的决定将是世界末日到来的一个信号 而且这个信号已经在很多年被预言了 但是对于美国许多大众来说 川普是否患脑梗比中东的和平进程更吸引眼球 所以CN专门请来了两位神经外科专家 他对川普的整个讲演一字一句的进行了分析 这两位医生认定川普看上去不像是患了脑中风或者是其他严重的疾病 因为在他讲演之后呢 他又去签署一个文件 行动都比较敏捷 没有脑中风所特有的症状 这个医生 他已经得出结论说有可能呢川普是带的假牙齿 就说假牙齿 不舒适或者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各大主流媒体报道之后呢 白宫发言人不得不做出反应 他们说那些所有的猜测都是瞎扯 川普总统那天的真实情况是他口渴 所以呢引起了到最后咬字不清楚 当然人们对白宫发言人这种讲法从来都不相信的 就在白宫发言人试图澄清的那一天晚上 各大脱口秀的主持人又把川普成为一个嘲笑对象 因为川普整天说主流媒体制造假新闻 所以这些喜剧家呢都把川普说他讲出的话是假牙齿制造的 最后呢白宫为了进一步阻拦人们对川普总统身体的猜测 他在星期四公布说川普总统将于明年年初进行全面体检 然后即时把体检的结果公布给美国大众 从我自己本身来说 我怀疑川普总统明年体检之后会遵守自己的许诺 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一定不会公开 就像他从未公布过自己的税表一样 我有一位好朋友曾在麦当劳总部工作 他听到川普总统特别喜欢麦当劳之后呢非常欣喜 我们在开玩笑说就是美国每届总统卸任之后呢 他们都会到世界各地去做讲演 以高额的讲演费来发财 那么川普总统下台之后呢 他完全可以去跟麦当劳或者是肯德基做代言人 那也一定会大赚一笔啊 因为我们讲的是总统的健康问题 我也想用此机会呢 跟网友分享两则医学方面的最新情况 因为我过去是在美国医学协会和营养协会都工作过 对这方面的新闻比较敏感 第一则消息呢是FDA就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监督局最近呢 批准了一种叫电子药片 这种电子药片呢可以提醒病人按时服药 而且呢也有助于医生对病人的一种观测 他是怎么工作呢 是这个药片里面呢有几种化学成分叫美酮或者是硅 然后这些药片你浮下去了以后呢 他跟胃酸发生了这个反应了以后呢就开始激活 然后呢他把信号发给一个你胸上贴的一个贴片 这个贴片接收了这个信息之后呢 然后把它反馈到你的手机上 然后这个手机呢可以通过病人的家属或者是医生都可以看到 然后他可以观测病人是否吃了药 而且这个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而且你如果在胸前贴了这个贴片以后呢 他有其他的作用 他可以观测你的心跳和你的睡眠状况 这种药片在初期试用的时候主要用于精神病患者 特别是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两极症的这个患者 因为这些病人中间呢他们经常会就是吃了药以后呢 由于他的副作用很多病人就不愿意继续吃药 而且病人的家属和医生没有办法得知他是否吃了药 如果这个病人停了药以后呢 很多症状会复发 而且比较难以治疗 所以如果精神病人采用了这种电子药片以后呢 有利于家属和医生的配合 我不知道网友是怎么想的 我自己感觉到如果这种电子药片普及到其他药类的话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恐怖的一种现象 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太透明了 连你吃的药片在肚里的消化情况都可以被记录 是有点恐怖 而且他使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 就是80年代的一个影片叫追谱 当时影片中的主人公杜秋被人追杀 后来呢抓到了以后送进了一个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他的敌手试图强迫他服各种各样的药 把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但是杜秋非常聪明 在每次服药之后他把药片放在舌头底下 等医疗人员出去之后 他然后把药慢慢的吐出来 看来如果这种电子药片的发行了以后呢 这个情节就不再存在了 有很多专制国家对政治犯就是把他们强迫送进精神病院 给他们服药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犯人连逃脱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我讲的下一则医学新闻可能是女性网友比较感兴趣 上个星期三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这是美国一个很权威的医学杂志 发表了一篇来自丹麦的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很快被西方各大媒体都进行了转载和报道 这项新的报告指出 妇女服用的或者使用的荷尔蒙类的避孕药或者是避孕器具 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当然避孕药和乳腺癌的这个风险这个关系呢 已经是个老生常谈了 但是呢很久以来呢 大家都认为或者是医学界认为 90年以后生产的新一代的这个避孕药和避孕器具呢 它由于含量荷尔蒙比较小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这次这个新的研究成果 似乎打破了这样一个神话 丹麦的医学工作者 在大约10年内 他们观测了近180万妇女 在观测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就每10万个妇女 如果这些人呢都没有采用荷尔蒙类的避孕药 那么他们患乳腺癌的几率是每10万中有55个人 但是在另外10万人中间 都服用了荷尔蒙类的药物的话 那么患乳腺癌的人数是68个 这虽然这个区别不是很大 但是你想想如果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人群中 那么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恐怖的 这个研究报告呢 引起了一些反响和轰动 当然这些丹麦的研究者 也指出就是他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他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导致乳腺癌的因素 比如运动情况 或者酗酒等因素 这篇报告发出了之后 我看到各大跟妇科有关的机构和组织都发出声明 说他们会仔细研究和评判这个研究结果 同时呢他们也指出说新一代的避孕药跟过去比起来更加安全是应该利大于弊 由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就我希望哪个网友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而且比较引起关注的话 请直接就到新英更来医学杂志 或者到各大媒体上去查找一些更详细的情况 下来我跟大家再讲一则关于华盛顿邮报的消息 在这个故事里呢 华盛顿邮报一定不是新闻的载体 而它是这个新闻的主角 我们一提起华盛顿邮报 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水门事件 就1972年的时候 尼克松和共和党人为了获得民主党竞选的情报 他的手下人和几个打手呢 非法入侵了民主党在华盛顿水门大厦里的总部 他们试图安装窃听器 并且偷拍一些文件 当时被抓 这件事被暴露之后呢 尼克松试图掩盖事情的真相 但是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著名的调查记者 叫Bob Woodward和Carl Bernstein 他们两个呢 跟政府内部的县人进行配合 最后爆料了这一丑闻 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报道呢 导致了尼克松的最后的下台 就成了著名的水门事件 而这个过程呢 后来被拍成了电影 但半个世纪过了之后呢 华盛顿邮报发现自己成了被渗透的对象 这里需要讲一下 华盛顿邮报的现在的老板 是亚美逊的总裁 Jeff Bezos 上个星期华盛顿邮报连着刊载了两篇长文 在网上引起的轰动 这两篇长文讲述了一个右派组织 如何通过一个神秘的女子进行渗透抹黑 幸运的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以高度的职业准则破获了这项骗局 故事发生在上个月 10月9号 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四位妇女 对阿拉巴马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 Roy Moore的指控 这四位妇女对华盛顿邮报奖 在她们15岁和16岁的时候 穆尔性侵了她们 这些指控对穆尔打击很大 因为穆尔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 她声称圣经的十大戒律就是她的人生准则 她在任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院长期间 曾经要把圣经的十大戒律放在阿拉巴马的法院门口 所以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报道呢 对她参加参议员的竞选打击很大 对共和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这个参议院如果是共和党输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他们在参议院中的控制 所以很多共和党的右派组织恼凶成怒 他们通过推特或者是电话 告诉阿拉巴马的市民 说华盛顿邮报用钱买通了这些妇女 来有意抹黑穆尔 这篇报道发出不久呢 就是参加报道的一位记者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 这位发邮件的人说 他也是穆尔的一个新的受害者 他要向华盛顿邮报爆料 当记者视同跟他在电话上联络的时候 他说他不愿意在电话上暴露自己 需要本人见面才行 于是记者和这位所谓的受害者 在华盛顿郊区的一个餐馆见了面 记者发现这位受害者 是一位41岁的红头发的女孩 她自称名字叫Jene Phillips 这位女子声称她从小在家里受到虐待 在12、3岁的时候到了阿拉巴马 后来进入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年轻人项目 在此期间呢 穆尔性侵了他 在15岁的时候 穆尔使他怀孕 后来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穆尔以后呢 穆尔强迫他堕胎 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记者 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 一定会认为 这是一条重大的独家新闻 在讲述的过程中 这位受害女子公开的声称 说他爆料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穆尔拉下台 破坏他的参议员竞选活动 他也试图让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做出相类似的评论 但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没有上圈套 这位记者只是说 他们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 一定要进行严格的事实核查 如果这条新闻被核实发表之后 至于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这位记者说他无法预测 后来这位女子听到这些话以后 比较失望 这位受害女子又跟另外一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进行联络 说他要跟他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记者也答应跟他见面 但是在跟这位女子见面的时候 这位记者带来了一个同事 这位同事带了摄像和录音机 对他们的谈话进行了录制 同时呢 第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对于这位 Jamin Phillips的女子 进行了一些背景调查 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些出路 也就是说 这位叫Jamin Phillips的人 他提供了一个工作单位 而他们跟这个工作单位打过去之后呢 这个工作单位提供的信息 跟这位女子所提供的事实完全不一样 同时呢 他们还在网上找到了这位女子发了一篇文章 他在网上声称自己 说马上要到华盛顿去加入一个共和党的右派组织 希望网友给他进行一些捐助 这些新的发现 使华盛顿邮报更加怀疑 这位女子的目的不纯 所以 当这位女子跟第二位华盛顿邮报记者见面的时候 这位记者就直接了当的质问了她的背景 这位女子一一否认 然后匆匆忙忙的离开 后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切尔布什开始跟踪这位女子 他们很快发现呢 这位女子的雇主实际上是一个新闻界都很熟悉的右派机构 叫Project Veritas 翻译成中文就是核实行动计划 这个机构的目的是通过渗透来揭露媒体的偏见和虚伪 他的这个发起人呢叫James O'Keeffe 2009年的时候 O'Keeffe带了一位化妆成妓女的女子走进了一个著名的社区组织 这位女子声称想用政府赞助的房间来进行卖淫活动 在谈话的过程中间O'Keeffe把所有的过程进行了录像 然后进行了精心的编辑 把这个袋子公布于众 人们看了这个袋子以后得出的印象 就说这个社区组织试图帮这个妓女用政府的房间进行卖淫活动 所以最后的这个社区组织被迫破产 政府取消了对她的拨款 还有呢她曾经试图勾引CNN的一个女记者 然后试图把她骗到一个船上 这个船上堆满了各种兴趣 这样的话她来抹黑CNN 幸运的是这位女记者在到来之前呢 有人替她通风报信 所以O'Keeffe的这个计划也破产 近两年来 特别是川普总统当选之后 这个机构得到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赞助 所以他们雇了一批所谓的便衣记者 去握底各种各样的媒体 来为他们提供信息 特别是用录像和录音录制一些记者的谈话 当华盛顿邮报发现了这个骗局之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故事公布出来 华盛顿邮报的其他大约有十几位记者 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呢 他们大吃一惊都说 在去年的时候他们都见过这个女子 一位记者回忆说 这位女子打听各种各样的记者集会去参加 她说她是一个新闻系的学生 想多找一点点关系 对她的就业有帮助 另外一个记者回忆说 这个女子曾经跟她谈话 告诉她说她是一个研究生 然后所有的记者都说 他们在跟她谈话的时候呢 她试图让这些记者讲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 特别是对川普总统的评论 有一位报道国家安全的这个记者呢 吴医师就讲了几句话 说她希望川普总统在第一任之后 第二任连任的时候被击败 这些话当然呢很快就被核实行动计划 录音了以后在网上公布了 但这些偷偷录制的私下的记者发的言论呢 就被用来作为证据 说明主流的媒体是有偏见的 是有意要想让川普总统下台 华盛林邮报通过长文爆料了这些故事之后呢 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当然有人说这个记者经常伪装成形形色色的人物 去渗透到各种各样的机构或者是店家去爆料一些黑幕 现在呢其他的一些机构和组织用同样的手段去握底一些新闻机构 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有差别的 记者去握底一个机构是揭露一种事实和他的真相 而这些人渗透了新闻机构是给新闻机构上套 有意的去抹黑他们 其目标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最近一个时期呢由于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 传统的媒体包括一些电子的媒体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各大媒体现在都裁员非常厉害 比如上个星期有著名的一个电子媒体Buzzfeed 还有什么传统的媒体ESPN都大量的裁员 当大量裁员之后呢由于人手不够 记者在报道的时候在查核事实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有些缺陷 再加上由于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压力 有时候记者为了争先找独家 或者是可能在核实方面有所欠缺 再加上记者本身呢他也有自己的偏见 有时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把自己的偏见 带到了自己所报道的事件中 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纽约时报 华盛顶邮报 华尔街日报 或者是CNN等新闻机构 都有很高的新闻水准 各个媒体的内部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 来保证新闻的质量和其客观性 问题出了以后也会做出积极的改正的 这一次和前几次 奥基夫这个机构组织的屡屡失败 也证实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的总统和一些政治家不喜欢我们的媒体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推动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间 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现在一再诋毁媒体的话 最后只剩下的那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喉舌罢了 这样的话 那么美国和其他专制的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肯定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正向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口号所提出的 民主在黑暗中死亡 最近呢 著名的导演 Steven Spielberg 叫施体堡 他跟著名的影星梅利尔斯特利普合作 拍了一部叫The Paper 或者报纸这样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讲述了华盛顿邮报过去的老板 Catherine Graham 他是如何带领他的记者爆料了水门事件这一过程的 这个电影会在明年初放映 这个电影的放映呢 也反映了人们对当时华盛顿邮报辉煌时期的一种留恋 这个电影放映之后呢 我会在这里给大家进行评评 好 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则简讯 上个星期三 澳大利亚或者是澳洲的下议院 议员已压倒多数的选票通过了同性恋婚姻法 这样呢澳大利亚就成为世界上第25个国家 正式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各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 这个法案和其他国家一切法案的通过呢 也可以证明人们近几年来对同性婚姻的这个观点大大的改变 在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在2015年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 但是呢上个星期最高法院开始讨论一个一则关于同性婚姻和结婚蛋糕而引起的一个法案 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可以讲讲西方的媒体是如何报道这篇法案的讨论 它的主要议题在哪里 这跟我们亚裔的歧视有哪些关系呢 好 我们下个礼拜再聊 好 谢谢您收看 周末渔本